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你好 Della你好 大家好 我們這個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 目的都是想我們的聽眾 多一些可以自己怎樣補健 提升健康的方法 經常都跟回希波革底 即食物最好的醫藥 也都我們不斷地說很多 有些叫做在廚房裡面找到的 Kitchen Medicine 今天我們繼續想請袁醫生 幫我們分析一下一種 現在在市場上很常見到 也都價錢相應來說 也都是便宜了很多的一種水果 一種食物就是藍莓 Bluwery 袁醫生 麻煩你幫我們 和聽眾解釋一下 或者講解一下 Bluwery藍莓的好處 醫療效果 大家都相信沒有什麼人不認識藍莓 如果大家也留意到 現在越來越普及 價錢似乎越來越低 因為種植國家 以前是美國為主的 但原來很多其他國家 都相應都有種植藍莓 藍莓可以這樣說 在植物營養學 可以這樣說是 Superstar 超級巨星 因為這個水果 是含有很大量的 我們叫做花青素 Enfocyanidin 這個花青素 是一種抗氧化的物質 它會製造這些 藍色、紫色、紅色的 這些就是花青素的 原來藍莓 也有大量的維他命K 對我們的骨落的維他命K 還有很多的 我們叫做 處理清除游離肌的維他命C 還有猛的 還有那個藍莓 也是對我們有一個 含有很大量的纖維 對我們心臟健康很重要的纖維 所以你看到 它的健康、營養方面 它的價值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主要它屬於一種叫做 超強的抗氧化 這個食物的原產地是北美洲 尤其是早期北美洲的印度人 用了幾百年 可以這樣說 在今時今日 這種食物已經流傳在 從亞洲到地中海的食肢裡 都很常見的 在早期 這個藍莓 對印第安人 是一個差不多神聖的食物 為什麼呢? 如果你看到那個藍莓 那個釘那裡 是一個六角形的星 印第安人 相信這些藍莓 是一個上天的神靈 是賜給他們的 印第安人 在一個飢餓的時間 幫助他們 舒緩飢餓的小孩子 當時北美洲土生的美國印第安人 他們通常吃 就是當時 要是生鮮食 或者是看乾 保持在冬天的食糧 吃乾的時候 通常會在粥米、蜜糖、加水 做一種差不多布甸的食物 很多時候這種藍莓汁 會灌在一些咳藥水裡 味道很好 又很清甜 藍莓葉也是用來泡茶 來加強我們的血液 也有一種另外的用法 只知道藍莓的色素是很強的 有時候會做染布 或者染藍植物 用在這裡 當然乾的藍莓 那時候會加一些湯 或者粥品裡面 當早然的英國人 移民到美洲 他們都會用早期的英國跟蹤的方法 但在新英倫早期的那些人去到的時候 他們發現他們種植的方法不行 導致很多機罕餓得很厲害 而當時的印第安人 就教他們 關於土生的植物 即是藍莓 所以當時的印第安人 就教新的移民 就開始怎樣去種植 以及新的藍莓 尤其是教他們怎樣去採集藍莓 到冬天的時候可以曬乾去過冬用 當然在當時的藍莓 通常是野生的藍莓 跟今時今日的藍莓 通常種植是很不同的 當然這種植物在這麼多年來一直改善 不論是它的顏色、尺寸、生產量 都一直改善 因為野生的藍莓是比較小的 雖然那些味道比我們養殖的香很多 但今時今日大部分的美國藍莓 都是種植的 野生的藍莓 可以這麼說是越來越少的了 好了 我們現在發現 近年發現這些食物 是早年的印第安人的食物 在健康的功效 是重新被發現的 在美國內戰的時候 發現很多士兵 就會喝藍莓汁 來改善他們的身體體質 可以看到藍莓 其實在歷史上 雖然是北美洲的食物 但它的醫療效果 是越來越發現的 越來越多的 好了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藍莓 在我們的保健或者醫療裡面 有什麼作用 首一就是老人癡癌 Alzheimer 原來這個藍莓是可以幫助 阿爾森母 Alzheimer 是老人癡癌的 那它改善他的記憶力 OK 那 這個是非常之有用的 那 在很多年的研究 發現呢 在這方面的藍莓 是可以加強那些記憶力 還有呢 是令到年紀延長的人 學習能力 是可以一路一路改善的 那還有呢 它可以減低血糖 還有呢 是減低那個情緒抑鬱的症狀 那 所以你也看到呢 對老人家 情緒低落 這些是非常之好的工具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我們叫做抗衰老 就是 因為任何的抗氧化的工具 都有些抗衰老 那 因為我們經常都知道 什麼導致衰老呢 就有些游離機 3 Radical 因為藍莓呢 是有很多些抗氧化呢 可以說呢 就是在抗氧化的食物裡面 差不多是頂級的了 那 所以呢 有這些這樣的花青素啊 這些這樣的食物呢 是可以抵消很多些 游離機的破壞 那流入游離機呢 是導致我們的衰老的 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來的了 那我剛才呢 講到呢 那個 對那個 記憶力那方面 那它那個 原因呢 就是 我們 它那個 成份裡面呢 除了那個 花青素啊 anphocyanin 和 selenium 西啊 華太命A B杂啊 CE啊 星啊 蠟啊 甲啊 銅啊 銅啊 做得是很好的 那這些營養呢 都可以呢 就是都是對於我們那個 神經系統的那些問題呢 是可以有預防呢 和治療的那個作用的 可以加強我們那個 學習的那個能力 我們的動作啊 各方面的 那曾經有個研究呢 都發現呢 吃藍莓多的那些老人家呢 他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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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袋的運用那個功能 是很快加強的了 那另外一個地方就是 血壓啦 那有個研究發現呢 如果每天喝一杯的藍莓 就是一個禮拜每天這樣喝呢 是可以減低我們的血壓的 還有呢 可能呢 是加強我們的身臣代謝啦 那原因都是因為那個 那個 巴青素的這個效果的 好了 在癌症那方面 那研究發言呢 藍莓呢 是可以預防那個癌症 那可以減低那個癌的細胞 那個成長 和減低那個發炎的 那原來他有很多幾個成分 那加上我們那個 那個 花青素 和其他的抗氧化 譬如維他命C啊 銅啊 那原來呢 是很神奇地呢 可以預防呢 和醫治癌症的 那比如 譬如呢 我們有些研究發現呢 他是可以抑制那個 那個大腸癌 那些細胞的繁殖 可以減低癌細胞的 那個自滅的現象 那還有在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卵巢癌裡面呢 他發現呢 食得越多 這個藍莓 這一類的色素的 那個藍莓呢 那個那個 那個卵巢癌呢 那個危機呢 危險呢 是減低百分之三十四的 那也都可以呢 藍莓呢 也可以抑制那個 乳癌的細胞的 另外一個好處呢 就是那個 那個 膽固醇 雖然大家都 今時今都了解的了 膽固醇呢 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那有一個研究發現呢 這個藍莓呢 是可以減低那些 所謂低濃度的 所謂壞的膽固醇的 因此呢 又減低那個 那個 灌心病那個問題 那如果每天吃這些 是肯定呢 對我們的心臟呢 就是很有幫助的 那這方面的研究呢 就做了很多 包括那些動物的實驗那方面的了 那還簡單的問題呢 就是那個 那個便秘啦 是不是 因為藍莓是很多纖維的 那大家知道 這些水果纖維呢 它那個 吸水的能力是強很多的 和那些五谷纖維有些不同的 那藍莓呢 就是在這方面呢 因為吸水的那些 那些纖維比較多 那還有呢 它有很多不同的維他命啊 還有那個果糖呢 那這些呢 都會改善我們那個 那個大便的那個習慣的 那那 那藍莓呢 屬於叫做低 升糖值的食物來的 那大家知道呢 低升糖值的食物呢 是會幫助我們 我們那個糖尿病的那些病人 那個處理的調理的糖的 那所以有些人呢 就是喜歡吃水果 那但是也都是糖尿病的病人 那有時候感覺呢 譬如有些水果可能太甜啊 那糖分太高呢 那其實呢 大家可以吃一些 就是藍莓這方面的水果的 那還有呢 就是那個心臟了 那發現呢 這個是那個藍莓呢 可以心血管的那些問題 是去減低它的風險的 那那原因就是 那原因就是好像 曾經所提及 那個那個 那個壞的膽固醇 那個會減低它 那也都是一個抗氧化的 那其實很多的身體的炎症呢 是導致我們的身體 心臟病的問題來的 那還有一個 那些人最常 那些人最明白認識的呢 藍莓呢是什麼 對眼睛好 是 就是很多時候你外面那些 那些 你看那些 廣告啊 就是賣藍莓掃的廣告呢 通常呢 很強調呢 是那個明目的 那這樣 其實它就不單止明目的 有很多其他都可以的 那但是呢 講明目呢 這個差不多很多人 就是比較容易知道的 那發現呢 藍莓掃裡面的成分呢 可以減低我們那個視力 那個喪失 那也都可以減低 因為營機老化的一種 那叫什麼病呢 叫做 蝕蝠 那叫做 蝕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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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那發現呢 大量可以多喝一些 吃多一些 蝕蝠的水果 干果也好 下午我們公司也有很多 這些乾糧的 那當平時是吃飯 那樣吃 那當然呢 這個是大大可以幫助 這方面的問題 那好了 那講講那個 那個 Macular Degeneration 就是那個 那個 一個很嚴重的 導致那個 大部分人的視力呢 是喪失事力的主要原因 那其中有一個研究呢 就說呢 如果一天呢 吃這個水果 比如三餐 就是三分至到 多過三分呢 可以減低呢 因為燃機老化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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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蝕蝠底 那個 那個退化這個問題 那好了 那 那 還有一個呢 最後呢 兩個地方 就是一個好處呢 就是那個 尿道鹽 OK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經常都說呢 我們有尿道鹽 那 查出的原因呢 就是經常說 有那個 那個 大肠寒菌 那樣 但是你知道呢 大肠寒菌是一個 身體經常有的 那 就是你不會沒有的 很多不少都有的 那 但是呢 因為這樣的 大肠寒菌呢 導致有尿道鹽 又覺得有痙 又痛 又發炎 那很多時候呢 那些人呢 就會常常習慣用那些抗生素 那 但是只要抗生素呢 會令到那個身體呢 是更加容易呢 從心感染 尿道感染的 那所以呢 大家了解呢 如果遇到這些情況呢 其實可以用那個 藍莓 藍莓 那大量去用就可以了 OK 那其實在這個 就是一個很 現在常見到的食物 藍莓裡面呢 都在很多的 製作的食物裡面 譬如糕點裡面 都很常用到這個藍莓 這個食物 這樣 也都是很簡單的 這樣用到的 是的 那你剛才講起呢 你的藍莓其實現在很普遍 很多漂亮的超市 譬如普通都有的 但是也開始看到呢 有很多是標榜是有機的 是 那有些就是 就是價錢有些分別的 那到底在這方面呢 有機的和普通的種植 是有沒有很大分別呢 那最近有個研究 在這方面做了研究的 那它就比較那個 有機種植的和不是有機種植的 藍莓 它那個整體的抗氧化那個 那個能力 那個含量 那發現呢 有機種植的這方面的食物呢 它那個整體的那個 抗氧化和那個 黑花青素的抗氧化呢 對那些傳統的那些 普通的那些農作出來的那些 那個含量呢 抗氧化含量是高很多的 所以是值得的 是 那還有呢 我們有時候選擇的時候呢 發現那個顏色很重要的 如果是那個顏色是深藍色的那些呢 那它們的抗氧化和那個醫療的價值呢 是會更加高的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呢 大家有機有的選擇呢 都不妨是買一些是有機的品種的 是啊 在我們陸創意 一直這麼多年來選擇那個 那個產品的那個質量的時候呢 如果那個市場上面 可以是找到東西是有機的 我們一定是會首選去有機 無論那個價錢 可能真的會比較高些 因為始終呢 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得到那個效果 而且吃下去也會安全一點 那當然啦 但是始終呢 市場上面 就是很多時候 真的未必會有這麼多 是有機的的產品在那裡 就是有這樣的 那還有呢 在這個研究上面呢 都看到呢 其實那個用量來說 都要幾多一下的 是不是 袁醫生 那有時候呢 那些人吃了藍莓 那一盒這樣 那其實呢 現在的建議的用量呢 是每天呢 是一到兩杯那麼多的 那就是基本上一兩盒 那現在你正如說 現在的藍莓越來越便宜 是不是 有時候很便宜 兩盒兩盒 十幾二十元 都買得到的了 那所以吃藍莓的時候呢 我自己通常都是的 就是拿一整盒 拿一些清洗它 用一些清洗的那些 梳果的那些 那些清潔液 那用了之後呢 那我就會吃 那我發現呢 很容易的呢 你一路做一路看電視 好什麼都好 那很容易呢 那整盒就吃光了 那所以 是啊 那有時候可能呢 有些人 其實他的那個吃法 都好像 好像這樣 當一個口果那樣 來吃些 其實有時候可能呢 就像我們所說 做一些糕點啊 或者是 在吃的那些 蜜皮的時候 你又可以加一些上去 有時候我又會喜歡自己買 做一些 做一些的 就是原味 的乳酪的時候呢 那又可以加一些下去 這樣 來吃的了 是啊 那在陸創意那裏呢 就會有一些 是有機的乾的 藍莓 一包包小包 這樣 阿醫生是最喜歡 去看電視的時候 拿著來吃 是啊 這樣就 又可以保住那個 那個視力 看電視之餘的時候 也可以再享受到這個 這個那個 藍莓的 今天的治療的功效了 OK 多謝原醫生今天 和我們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 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 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原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 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原醫生做一個 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好 今天麻煩你 袁先生 拜拜 後來大家下集見 拜拜